五大安全十大亮點 高雄的特補十四天也撲出很多公安的 最關問題民進黨婚人官僚參選人李靖雄 也提出五大安鑽十大亮點的進行訴求 希望全民來照顧婚人人的各種訴求 那今天我們提出這個安鑽家庫有五個面向 這五個面向分別是經濟的安全 土地的安全 環境的安全 勞動的安全 還有附用跟弱勢的安全 在這五大安全的面向之下 我們提出了十大亮點 其實我們具體的政策有四十七項 那其中我們特別挑出十大亮點 李靖雄所拿出的政權領 在了強大要有安全的家鄉 也希望當時來提升婚人的經濟規模 去不少年人可以回到高雄打拼 八成不一定說要英華富貴 要英華富貴也不是一口照顧就行了 但是這位政府最基本的 就是要讓我們八成有那麼多人 在這個地方能夠安居樂業 所以建構一個安全的家園 這也是政府對於民眾 所以應該負責最基本的責任 在經過高雄博物資宿舊 大家也希望這件事不通國際發生了 並且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來制定 發生入政府的特別法 真的讓福音新聞一個安全的家園 我們不知道到底以我市長來說 市長那麼多條路 到底有多少條會比較有危險的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 比如說包括天然氣 或者它是有什麼管道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希望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政府全面全線去普查一下 這場的大部長造成很多人跟財產的損失 李智翁也希望透過這件事件 讓大家來祈祝告分好好來盡情改善 記者 韓隆君 翁晴 藏步道